嗨 大家好我是San 我是Cell 我是Dada 那我們今天也想要好好跟大家分享 過去我們在買窗簾的時候 該怎麼去決定窗簾的像是寬度啊 長度啊 或甚至是你安裝的位置 也會教大家怎麼去挑選窗簾的顏色款式 跟怎麼去搭配窗簾在你的空間裡 那窗簾它真的分了很多種 像是我們很常用的布簾紗簾 或是木擺葉 雲擺葉 調光窗簾 之前我有看過一支 冰鳳啦的一支 它把窗簾就是介紹的很詳細 而且它是直接帶你們到窗簾場去看 我覺得那支影片也可以獲得很多知識 推薦大家去看一下 那有看過我們過去的案子的話 可以發現我們其實蠻常都會是陪宿舍的 都愛用宿舍 但其實宿舍它搭配起來也是可以不無聊的 它其實有很多的話 是顏色上面挑選 或是材質上面搭配 都可以讓整個空間的層次變得更上一層 那大概被挑選窗簾的時候 都會怎麼去考量自己的需求呢 以我們自己為例 我們在跟客人諮詢的時候 都會分成三大類 分別是透光 半遮光 跟全遮光 我覺得以第一點透光 這個最經典的例子 就是我們工作室的沙扁 對 因為我們工作室有一大面落地窗 然後像我們現在以會議室來講的話 因為這邊這一大面窗用透光的窗簾 整個採光性就會變得非常好 我覺得很適合喜歡眼光灑進來 對 像咖啡廳或是客廳都很適合 之前有兩個案子我們就搭配過學房紗 它垂坠感我真的太愛了 我已經要預訂了 但我預訂的我比較喜歡那個 綠色 對我覺得綠色超美 那第二個半遮光呢 我馬上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我自己的房間 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超美的 對 因為我就是那種 我想要房間裡有稍微透光 但又不要完全透光 就是我還是不想要看清楚外面的東西 所以我就會選擇半遮光的窗簾 我記得還有一個案子 它是整間風格或是比較偏藍色色的 那很會煮飯的男物 對 我覺得它的窗 因為它的窗簾的話也算是半遮光窗 然後它是半遮光再加一遮 所以它整個看起來的 我覺得它的透光度也是很好 對 第三種呢就是遮光窗簾 我覺得這種遮光窗它就真的非常適合很怕光的人 像是你如果白天睡醒的時候 你不希望被亮醒 就非常非常適合用 像是這個案子 它的三個房間全部都是用遮光窗簾 因為屋主它就是真的非常非常注重睡眠品質的一個人 那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如果你是挑選同一個系列 但是顏色較淺 像是白色的窗簾 它的遮光效果一定不會比深色的好 所以就像我們剛剛的分享 大家都可以針對 譬如說你窗簾要裝在哪個空間 想要什麼氛圍 跟你對隱私程度的在乎性 然後去挑選不同遮光程度的窗簾喔 決定好你的遮光性之後呢 第二個我覺得非常難挑選的就是顏色選擇 那通常我們會把窗簾的顏色分成兩塊 第一個呢就是基本色 第二個呢就是特殊色 基本色它就像是我們案子最常使用 比如說是白色 淺灰色 或是米色 它通常都是非常百搭的一種顏色 那另外一種的特殊色 它可以讓空間整個增添非常多有趣的氛圍 像是比較活潑的黃色 或者是比較有氣質的綠色 或是像是這個案子呢 我們就是用了保護多稍微高一點點的藍色 嗯 那窗簾要怎麼跟空間做搭配呢 我覺得可以分成配角跟主角 那配角的話可以看這個案子 它葉主喜歡的是灰藍色 但窗簾我們並沒有用灰藍色去搭配 不然整個空間就會看起來顏色太陽色 衝浮性太高 對對對 所以這次選擇了白色呢 它就會成為空間很優秀的配角 可以讓視覺看起來很清爽很清新 另外還有這個案子 它整體是走綠色系的 但是窗簾我們一樣選擇了白色透光芽麻的材質 那以特殊色來講呢 我覺得就是跟基本上相反了 它變成是空間裡的主角 最近就是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案例 就是我們用那個卡齊色的陶皮絨窗簾 因為它用了那個窗簾以後 整個空間的韻味就是多了一個復古的感覺 然後乾淨的底子裡 窗簾挑選你喜歡的顏色 也會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像是這個案例 它就是用綠色的窗簾來搭配 我覺得讓整個空間也更有質感 而且還有各種特色 但要怎麼樣用素色的窗簾去做出有橙色的搭配呢 其實有幾個細節可以顧到 那第一個就是一副一紗 像以這個案例來說 它是使用了深灰色的遮光度 加上淺灰色的雪紡紗 如果想要空間暗一點沒有陽光 你就把遮光布拉起來 但如果你想要保有隱私 可是又讓光線透進來 你就可以打開 然後保留淺灰色的雪紡紗 另外針對視覺 你可以選擇同色系或不同色系 以這個案例來說 它就是全部使用了白色 雖然都是同一色系 但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它的材質是不同的 那這個案例來說 它是用芥末黃的陶皮絨 配上卡其色的陶皮絨 它挑選很對比顏色可以增加 視覺上的層次感 其實除了一部一紗 我覺得配件的挑選上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小技巧 像一般大家在挑選窗簾感的時候 應該都會想要選同色系的窗簾感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可以去觀察 你現在那個空間裡 它的家具 家具顏色跟元素有什麼 以這個案子為例呢 它就是因為空間裡面有黑色細線條 所以它選用了白色窗簾 可是搭配了黑色的窗簾感 我覺得這樣子也可以讓整一組窗簾 變得更融入在空間裡面 決定完你窗簾的款式 顏色跟一些暗狀細節之後呢 你該怎麼決定你窗簾的長度跟寬度呢 我們在官網上面呢 已經寫好一篇文章 這根據我們之前的經驗 例如要如何決定窗簾 而離地多高 跟它的窗簾感要架多少高度 我們就以這個藍色系的case來指定 它的兩個窗都是半腰窗 但是在沒有家具長度的位置呢 我直接果斷的選擇落地 是因為我希望它整個空間看起來比較高挑 對 那上面窗簾感 我也架的稍微高一些些 就不會讓它距離天花板太遠 那另外有蘇桌的區域呢 則選擇了半腰窗 是因為不希望在拉窗簾的時候很難拉 它上面的窗簾感就是架的 跟旁邊的窗簾是一致性的高度 所以這樣整體視覺就會比較和諧 就是把整個空間的比例都整個拉高了 稍微增加一點點 我覺得窗簾的錯覺感 對 其實我覺得以寬度來講也是一樣的道理 有時候寬度我們也會故意 就是讓它延伸到整面牆 以這個案子為例呢 它就是在上面有一個冷氣機 然後我們為了要跟冷氣機達到一個平衡 所以我們就是把窗簾的寬度 延伸到整面牆 除了我們文章上面有寫的比較安全的尺寸之外 你也可以針對你想看到的窗戶大延 去改變你的窗簾高度跟寬度喔 接下來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三種使用窗簾的不同方法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當成隔間簾 我覺得當隔間也算是最常看到的 因為像是我們過去有一些業主 他希望可以做隔間 但又希望是用玻璃隔間來做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窗簾來當成增加隱私的一個方法 比如說像是這個案子 我們就是用了白色的玻璃隔間 配上淺灰色的窗簾 那這時候就既方便使用 又可以增加很好的磁寫 還有這個比較早期的case 因為它是一個小套房 但同時想要去一個開來的主臥室跟客廳區 所以中間也是架了一個簾子 讓兩個空間做了一個區隔 另外呢 我們也有一些案子 會使用開放式的衣架搭配窗簾 也是很像隔間簾的概念 它就變成一個更衣式的簾子 因為有些業主他會想要使用開放式的衣架 可是他又害怕有灰塵 那我覺得這樣就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那再來第二種用法呢 就是直接當成門簾 那我覺得當成門簾的話 主要就會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呢 通常都是遮愁 第二個呢 就是拿來當作複製使用 那大部分人家裡的廁所 可能都不是這麼這麼好看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換一扇門 或是你要噴漆是貼皮 它其實都會需要畫到比較高一點的預算 所以這個時候呢 用窗簾 它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好的做法 像是這兩張照片 它基本上就是 用很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遮住廁所的門 可能過到門 嗯 另外也有裝飾的功能 譬如說 以這兩個案子來說呢 它就是 我們直接去買了布料 然後再加上那個伸縮的門桿 所以你也不用鎖在牆壁上 然後這樣子也可以當作 廁所門或房門的裝飾喔 這會總是從第二種延伸來的 各個不同角落的修飾簾 那這種做法不是很多人能接受 可是如果你只是想要微整形 沒有太多的預算都可以用 這樣的做法 適合遮住 嗯沒錯 像是你這個案子呢 它原本的床頭就有一些 有一點點不名所以的燈箱 所以我們就是用了窗簾 直接變成它的床頭版 或者是像是 欸你這都要幹嘛 妹妹跟老爐的房間 他們原本的舊家具 又要直接換一個風格 所以我們也是用臉 比較淺色的臉 去把它深色的床頭髮給遮住 另外還有一個用法也讓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們會在玄關處電影箱那邊 用窗簾來遮住 像是下面這兩個案子 而且我記得其中有一個房間 它是剛好沒有窗戶的 所以那邊架了一個窗簾 然後就會有 誤以為家裡有窗戶的錯覺 這是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以上呢就是這次的窗簾分享 沒錯 因為其實關於窗簾呢 還有很多的學問值得我們去探討 大家如果還有想要知道關於窗簾的什麼知識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去幫你問窗簾老闆 我們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訂閱並分享出去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